有女網民日前分享 她讀大學時家人開始抽公屋 曾經因為收入嚴重超額被罰在等待 如今已經畢業五年 今年初終於和派長康村單位 但因為是低層沒有接受 到早前和派來木樹二村單位 仍然擔心住慣土瓜灣 突然要去荃灣真的有點不習慣 但不敢等第三次派樓 所以唯有接受 又說父親原本首選是沙田和馬安山 所以有部分網民力勸樓主等第三次機會搏新樓 但很多人認為 硬要等新樓的想法不實際 更有梨木樹街坊大站該區交通配套很好 最後樓主親自去梨木樹逛逛 大站真的很舒服 恐氣又不錯 看屋後應該會簽約